第38集 坦哥看到大家凶狠的目光 知道说错话了 忙打岔道 哎呦 我想起来了 这里还有家吃店 就在那边 淡红色的房子 嗯 我记得 有一种应该叫汤 还是叫羹的 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词 很好吃 大家要不要去尝尝 他一副讨好的笑 纳善还想绷着脸 被他一句很好吃 逗得满口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他咧开嘴 哇哇叫道 老大 师尊 去吃点吧 小纳肚子饿了 坎坎其猛的听到那句小纳 忍不住笑的打爹 说道 小纳 算了 笑死我 笑死我算了 大家没有被纳善逗笑 倒是看着坎坎其 笑得鼻涕眼泪的 一个个都被他惹得大笑起来 纳善无辜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笑啊 告诉我 让我也笑笑 坎坎其捂着肚子 手指着纳善却说不出话来 李强心里一阵悲哀 他知道 这是大家借机发泄满腔的怨恨和不满 强自笑道 好 我们去大吃一顿 来庆祝大家 再火新生 纳善首先附和大叫一声 好啊 一马当先的冲了过去 大家嘻嘻哈哈向红房子奔去 因为不是吃饭时间 整个厅堂空空荡荡的 坎哥叫来侍者 那个侍者 看看这群人一个个都是面目猙獰的 额头上大都有一块红色印记 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小心地回答着坎哥的问话 不敢有丝毫怠慢 正忙乱间一群人从外面进来 那是一群和李强一样的黄种人 他们看见李强这伙人都有点吃惊 坎邦大陆上黄种人极少 西大陆才是黄种人的主要集聚区 帕本悄悄告诉李强 他们似乎是从西大陆来的人 不像是商旅 有点像是团 那群人大约有二十几个 其中有十五六个武士打扮 穿着的铠甲非常奇特 从头连至背部的黑色缠织花纹 胸部是亮闪深蓝波纹 裸露出极其粗壮的双臂 手腕上的护手延伸至肘部 黑色的大肠 衬托出高大的身材 每人尖头都露出长长的刀把 显得非常的彪悍威猛 为首的四人似乎是他们的队长 穿着的铠甲样式和那些武士不一样 不同的是颜色 都是艳红色 就像火一样的耀眼 两群人都没有说话 彼此冷冷地看着 李强没有动 稳稳地坐着 他知道他们的主人还没有来 赵豪 韩进 纳善和赵智立在他们面前 赵豪的气势更加的不动 他的修为比以前有了极大的进步 只是战力不动就让对峙者相看的武士们感到有点吃不消 都有了想拔出武器的冲动 李强精神一动 他察觉 有高手进来了 果然门外走进一个瘦弱的中年人说道 你们怎么搞的 还没有查看 嗯 他们是谁 领头穿红甲的汉子恭敬地轻声说道 总管大人 不知道他们是西大陆哪个国家的 似乎都是高手 小人 这就去问 中年人注意到赵豪心里微微一正 知道这个人和自己的功力差不多 绝对是高手 神色顿时有点紧张 态度 却立即放和缓了许多 说道 有理了 请问 你们是西大陆哪个国家的使团 兄弟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是拉都国的使团 赵豪还是江湖上的老习惯 抱拳行李道 久仰 久仰 李强在桌子后扑直笑了道 你久仰什么呀 站起身来说道 我们只是在这里吃饭而已 也不是西大陆的人 没什么事吧 那个总管这才发现 李强是他们的首领 赵豪脸一红道 师尊 那些武士们震惊了 这个青年竟然是他的师尊 总管刚要问话 门外又进来两个姑娘 其中一个说道 阿基大叔 小姐问你们是怎么了 还不出来 总管苦笑道 有人哪 还没问清楚呢 清脆的脚步声从门外响起 从门外进来三女一男 所有的武士都单膝跪下 齐声道 恭迎主人 阿基总管紧张地盯着李强他们 生怕他们会有什么举动 是使团的女主人到了 李强好奇极了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只见他年纪大约有二十来岁 白白的肤色 眼睛灵动有神 满头乌发 被一只蓝色的金棺树柱 穿一条飘逸的鹅黄色长裙 神情淡雅 只听他说道 都是来吃饭的 我们也别干扰了人家 声音 委婉动听 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个轻衣蒙面人 默默地紧跟着 看来是一个高手护卫 阿基总管对他说道 属下觉得还是小心些好 听说 藩国的高手已经到了 要是 他微微笑着 温和地说道 难道这样 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吗 阿基总管不敢再说 退到一边 李强也招呼自己人 坐下吃饭 他心里在盘算 是不是和他们套套近乎 他们是西大陆过来的 对海马脑也许了解 这个姑娘看样子 蛮好说话的 坦哥介绍道 这是碧绿脆 很好吃的 嗯 这个甜齿根 极甜呢 小心呛到嗓子 纳善苦着脸道 不好吃 不好吃 没有我们家乡的菜好吃 这里有没有红烧大肉啊 最好是大面饼加肉 蘸酱 哎 好久都没有吃到了 真是想啊 眼看着要吃完了 李强暗暗着急 找不到机会和那群人交谈 几个逝者 抬着一个大盘子 盘子上盖着盖子 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对坦哥 叽叽咕咕 说了些什么 然后退了下去 坦哥笑道 这是这里最有名的一道名菜 名字叫巴基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纳善大喜道 这么一大盘 一定很过瘾 我老那先来 打开盖子 只见盘子里 全是手指粗 巴掌长 但青色 会如动的虫子 那扇一声惨嚎 蹦起多高 那群武士 哗的站起 都抽出长刀 看了过来 坦哥 纳纳纳蹲 砍砍棋 砍砍棋 还有奔 全是垂涎三尺的样子 砍砍棋 拿起一条 放进嘴里 只听 巴基一声响 他满脸的陶醉 说道 酥脆 绵软 鸡皮 好虫 纳纳纳纳一阵干呕 说道 老大 我要掐死坦哥 这个坏东西 李强看见侍者 也抬了同样的大盘子 送到使团那桌 心想 难道 他们也敢吃这种虫子吗 李强现在的胆子 算是很大了 但是听着一片巴基声 也不好过 纳纳 韩静和赵志 早已经忍受不住 冲到屋外去了 只有赵豪 还咬牙坚持着 如果李强不出去 他是不会走的 奔和帕本 似乎也非常的喜欢 奔一次抓上好几条 扔进嘴里 吃得非常香脆 李强看着使团的那个盘子 谁知 揭开盖子 竟然飘过一阵焦香味 让人胃口大开 李强好奇地问坦哥 咦 他们吃的是熟的呀 坦哥眼看着盘子里 只剩下几条虫了 大家同时伸手 他抢了最后的两条 握在手里 这才笑道 老大 西大陆的人喜欢烤着吃 我们都喜欢生吃 别抢 坎坎其看他说话 把他手上的虫子 抢了下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扔进嘴里 坦哥一把抓空 就听坎坎其嘴里 巴唧巴唧两声 骂道 那么多还不够你吃的 你 一连串李强听不懂的话 哇啦哇啦响起 坎坎其满不在乎地听着 一脸幸福舒坦的样子 让坦哥傲丧不已 坦哥突然想起一件事 悄悄地问李强道 老大 糟糕了 李强笑道 怎么 还想再来一盘 坦哥苦笑道 不是的 我没有钱呢 等会儿怎么付账 刚才竟想着吃了 老大 怎么办 赵豪在边上听到 伸手从怀里 掏出一顶黄金道 这个应该够了吧 坦哥拿起黄金看看 摇头道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里不能用他付账 赵豪也猛了 还第一次听人说 黄金是什么东西 搞得他也无话可说 李强吓了一跳 没有钱 可不是要吃白食了 这可不是他的习惯 毛问道 这里的钱是什么样子的 坦哥 这里金石值钱吗 用金石换可不可以 坦哥道 也许可以 不过 谁有金石 一般的不行 要品级好的 李强信手 取出一块黄尘石 这 在修真界 也算是上品 鲜石了 坦哥还没有见过 这种上品金石 拿起来 左看右看 一道 这是什么金石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不知道 能不能换钱 赵豪接过来看看 他也没看过 一圈转下来 大家都不认识 这种金石 李强泛蓝了 李强苦笑道 低等级的金石 在黑域都做了武器了 我这里 全是上品金石 你们怎么会没见过 这种金石呢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大叫道 拿山 拿山 快进来 一枚流神 他大喊了起来 那帮武士 非常忠于职守 听到李强的大喊声 哗的再次起力 操刀戒备 拿山一头冲了进来 看到武士紧张的样子 也大叫起来 老大 是不是要打架 带我一个 韩靖和赵志 一左一右 紧跟着 掠了进来 使团的武士 在四个 红甲队长的指挥下 立即排出一个防御阵 紧紧的 护卫着他们的女主人 李强觉得 他们太过小心了 笑骂道 纳扇 谁要你打架 我叫你有事情 纳扇失望的 嗷了一声 走了过来 他是刚学了 三脚猫的功夫 成天竖着个拳头 一副惹是生非的模样 总想耍耍威风 让别人知道 我纳扇 也不是好惹的 纳扇捂着秃头问道 老大 什么事啊 赵豪忍不住问道 师弟 你捂着个头干嘛 坎坎其笑道 他怕老大打 大家哄堂大笑 老大 你看 老敢欺负我 你要给我做主啊 看他一副委屈受气的样子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他们这一桌子的人 热闹喧哗 相比之下 使团内桌 就显得安静沉闷了许多 那个女主人似乎很注意李强他们 经常会转眼看过来 李强手一伸道 金石拿出来 纳扇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向后一跳 信口道 什么金石啊 我没有 猛然 他脸红了起来 从怀里掏出一个皮带 打开紧扣的袋口 将里面的金石 全部倒在桌子上 微怠歉意地说道 哎 黑玉呆漫长了 对金石太敏感 这次 大家都没笑他 黑玉里 为争一块好的金石 通常要死伤好几个人 纳扇这种反应 大家都能理解 李强看看桌子上十几块金石 心里很感动 知道纳扇是真正的信任他 可能纳扇所有的金石都在这里了 他问坦哥道 这里面有可以换钱的金石吗 坦哥惊叹道 老纳呀 真不知道你还藏了这么多宝贝呢 哈哈 应该可以换不少钱了 纳扇大方的道 你是军需官 就给你保管吧 纳纳敦只说了一句话 老纳 不简单的 他知道 纳扇在做黑玉老大使 曾经为了抢金石杀过不少人 现在竟然毫不吝惜的全送了出来 实在是让他刮目相看 坦哥招来侍者 拿出一块金石和他说着什么 只见那侍者不停的摇头 帕本翻译给李强 原来侍者不同意用金石换 只听他们越说声音越响 坦哥的样子明显的有点恼羞成怒 一把揪住那个侍者的伊丽儿大声吼叫起来 使团的女主人悄悄和阿基总管说了几句话 阿基总管点点头走了过来 拉住侍者 递给他一块和玉铜茧相似的东西 说了一句什么 那个侍者点头行礼 退了下去 坦哥面红耳赤的站着 有些不知所措的 看着李强 阿基总管 微微一礼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回去了 李强知道 这个阿基已经付掉了账单 他们这群人心里都很不爽 不过人家是好意 也无法拒绝 李强暗叹 站起身来 对着使团的方向 也是微微一礼 那个小姐点头示意回礼 两人就像在打雅迷 李强道 我们走吧 走到门外 李强问道 坦哥 哪里可以用金石换钱 带我去 那个小姐 让李强吃了个瘪 稳稳地占了上风 李强还从来没有在这上面吃过亏 出的门来 忍不住有点恼怒 忙不迭 要先解决经济问题 又道 纳纳顿 你们几个 在这里有熟人吗 我想打听一下 这个拉都国使团 究竟是干什么的 还有那个什么 翻国的是什么东西 帕本突然插话道 到哪里换钱 我知道 李强恍然大悟 帕本原来是商人 自己老是把它当翻译用 笑道 好 帕本 你带我们去 纳纳顿和侃侃其两人 去打探消息 约好见面的地点 其他人跟着帕本 去解决钱的问题 帕本和坦哥 商量了一下 领着众人拐进一条小街巷 原来 在帮其宁国 京时的交易 必须要到国家设立的商行 如果私下交易 被发现了 不但京时要被没收 还要罚一大笔款 但是 商行收购价格极低 因此 在各个城市 都有黑市 这是一个暴力的行当 同样有暴力的是武器护具 还有西大陆的奇珍异宝 帕本提醒众人道 等一会儿 到了地下交易场所 大家要小心 那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动不动就会杀人的 我们别惹事 他胆子小 虽然曾经吃了一粒 李强炼制的灵丹 身体已经非常的强健 但是 胆小怕事的性格 已经根深蒂固了 走进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 帕本摆了三个手势 飞快地说了三句话 小房间对着门的墙 悄无声息地划了开来 墙后一道红色光幕 李强一看就知道 是防御墙 里面有人问话 帕本小心地回答着 不一会儿 光幕凸得消失 露出十几个 全服武装的大汉 手上拿着刺激枪 对着他们 一个绿族的人走了出来 坦哥微微一愣 上前激动地抱住他 又叫又跳 显得非常高兴 两个人 哇啦哇啦说个不停 坦哥不断地流着眼泪 那些大汉 全都垂下刺激枪 退了下去 坦哥拉着那人 来到李强面前说道 老大 他是我哥哥坦达 我终于见到亲人了 哥哥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李强 坦达上前行出额礼 感谢道 你是西大陆的人 您好 坦哥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大恩不言谢 有什么事情 坦达一定尽力 李强笑道 坦达 不用客气了 坦哥现在也是我们的兄弟 我可不是西大陆的人 这次逃出黑狱后 有点小麻烦 准备到你们这里 用金石换点钱 来 大家都来见见面 恭喜坦哥兄弟重逢 纳善表现得出人意料 上前抱住坦哥说道 我老纳给你道喜了 他竟然说不下去了 独眼中流出了泪水 因为想起了自己的亲人 这个莽撞的汉子 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流露 大家轮番上前道贺 想起自己的亲人 个个都黯然神伤 坦达问道 小弟 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这里不是西大陆的商人 是很难进来的 大家先进去 换钱是小事 先到我的房间里坐坐 帕本笑道 我就是西大陆的小行商 对兰青汇航 可是十分的熟悉 以前 我去过兰青汇航的总航 那里才热闹呢 坦达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能找到这里 都说西大陆的行商 耳聪慕名 不管什么地下行会 都能找到 大家请 顺着向下的通道 一群人慢慢走了进去 李强看看大家 发现人人都和自己一样 对下到地底下 觉得不舒服 还好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通风似乎也很好 不像黑玉的空气 污浊不堪 总有一股霉臭味 这里的地下通道 也是四通八达的 坦达解释道 这是一个简单的 迷宫型通道 进来后 一定要有我们的人带路 如果自己闯了进来 一旦走错路 立即会被家墙里埋伏的人 射杀 岔路口极多 坦达有时转弯 有时直走 拐来绕去的 就连纳善这样的地下行家 都有点绕糊涂了 大家更是走得云里雾里 不便东西南北 途中 不时地遇见一些商人 被布条蒙着双眼 由带路的大汉 用一根绳子牵着 慢慢地向里行进 那些大汉 看到坦达 都攻身行礼 看来 坦达在此地的地位很高 帕本悄悄地告诉李强 到这里的入口有很多 货物都有专门的人员运送 最大的地下黑市 是有一些大的官商把持 还有一些小一点的黑市 是一些实力人物开的 背景极其复杂 西大陆的商人都喜欢到 蓝青汇航来交易 这里就是蓝青汇航的一个点 蓝青汇航是军方高官 秘密组织的黑市 主要的成员都是退役的军人 后台十分强硬 所以这里相对比较安全 信誉也好 不过这里的检查也是最严的 别的地下组织很少敢惹他们 城市里的官吏 对他们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知道碰不得 何况蓝青汇航 不时地会送上大笔钱财 他们也乐得不管 坦达的房间极其宽大 墙壁非常特别 似乎是用大块的发光的板材制作的 房间里亮如白昼 四根特大的方形大柱立在房间的四角 上面雕刻着繁杂花纹 房间正中有一个平台 凸起地面一尺高 约有三十平方米的样子 发出淡淡的粉绿色 给人的感觉清爽雅致 听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小 周园